近日,美国国务院已经对土耳其方面提出了最后建议,要求土方在6月10日之前放弃进口俄罗斯F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计划,并转而采购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。 如若不从,美国将对土耳其发起制裁,并停止向土耳其交付此前预定的100架F-35隐身战机。 同时,土方货还将面临来自北约其他国家的制裁待遇。 美国力组土耳其获得F-400导弹,与其说这是所谓的最后建议。 倒不如说其更像是一份最终通牒,充满住美国式的狂妄与霸道。 作为世界霸主和北约建立者,美国不惜代价,阻止土耳其获得F-400导弹系统的表面说辞是怕包括F-35在内的美制武器机密外泄。 但实际上,其还有更深一层的担忧。 那就是自身军火出口地位与市场的动摇乃至崩塌。 国产FD2000远端防空系统。 众所周知,美国虽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, 但其宝座也并非那么稳固。 近年来,中俄两国的武器装备贸易总额,也在稳步提升之中。 且在许多领域,已经能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烙牌资本主义国家军火商展开竞争。 就以这笔土耳其远端防空导弹系统订单为例。 最初我们的国产FD2000系统,也参加了竞标,并在实弹试射过程中,取得了前中的成绩。 而美国的爱国者,俄罗斯的F-400和欧洲的紫域系统,均未能做到FD2000所使用的导弹。 尽管从最后结果来看,此前已被宣布中标的FD2000,最终为土耳其所放弃。 但这却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。 那就是作为美国军火出口铁饭碗市场的北约集团内部,不再是铁板一块。 中俄先进外贸武器,已经有能力从美国的口中抢得一杯羹。 站在美方的立场上来看。 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信息。 土耳其已装备从中方进口的WS-1火箭炮。 北约体系内有不少资格老,且国力不弱的西方国家。 它们的影响力,虽然不及美国。 但即使只是二三流的北约国家。 其军队装备建设领域新动向,依然足以对某些国家或地区带来不小的借鉴意义。 毕竟,有些国家虽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大相径庭,但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或战场环境往往是相同的。 因此,若有北约成援国,选择了进口来自中方或俄方的武器,很可能会引发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,带动其他国家的购买意向。 更重要的是,中俄武器研发师出同门。 许多轻重贯备,具有或多或少的通用性。 即使是完全不同的两款装备,往往也能具备较好的协调作战能力,易于整合到作战体系当中。 而一旦这种思路和使用习惯,在各使用者国和潜在使用者国中,获得广泛共识,必将会对美国的武器出口市场,形成不小的冲击。 美国死保自己的武器出口市场。 事实上,这并不是站不住脚的猜测。 此前,土耳其专家曾有过相同的论述,称美国破坏额土之间的武器贸易。 更多的是为维护自身武器出口垄断地位,需要严防中俄对美国经贸市场的渗透。 必须承认,美国的战略眼光很长远。 且表面上说住严防俄罗斯,其实低防的目标不只有一个。 只不过,这一次其遇到了无比投铁的土耳其。 不知道土耳其能否挺过美国的这一轮威胁。